大家好 11点38分了啊 给大家讲讲北京胡同里走出来的这些明星 这是谁都知道吧 这个是豆围啊 豆围 这可能就是他们家那胡同啊 这胡同我走过好多回 因为他们家西边 然后隔着也就十米有两个院 马路北的那个院 是我一个同学姓于的 后来要娶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姓金的 这两家都是齐人 都是那个在齐的满族人 然后南边那院是一个姓郭的 是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的啊 所以他们跟豆围都很熟啊 豆围也是69年生于北京的 那也是那个属鸡的呗 家住大杂院啊 父亲搞民乐的 搞民族乐器的啊 民族音乐的 母亲在一机床 北京人都知道一机床就叫北京第一机床厂 在哪啊 长安街南侧 国贸中心 中国大饭店的南侧 现在也都搬迁了啊 工厂效益不行 但是你位置要好 都把这个厂纸 都搞房地产开发了啊 现在那都是cbd的核心地带了 至于这一机床还有没有了 或者仅仅是保留一个招牌 还是搬到郊区去了就不知道了 好多工厂都搬迁了 房山 顺义 大兴 通州 昌平 怀柔 密云 都搬迁了 这个 一机床可能属于中国机床工业总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这个也离那个 都为他们家很近 是吧 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 就是老舍的夫人 胡杰青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北京机床研究所 北京机床研究所在哪啊 就在 国子坚 国子坚 城贤街 安定门内 啊 那个 旁边有个中学 离雍和宫也很近 但是呢 这个北京机床研究所有一部分 在密云水库 大坝的下边啊 好吧 这个中国机床总公司啊 这个中国机床研究所啊 北京机床研究所都有我们的朋友啊 我都认识的 这个另外还有一机床 一机床毛泽东的大太子 毛岸英 就在那工作 就是好像车间是团委书记是党委书记啊 还是车间主任呀 是吧本来让他接班的 在苏联待过 是吧苏联是爷爷 是吧 共产国际 各国共产党的祖宗 在苏联待过 然后也懂俄文啊 据说在苏军坦克连 当过指导员 回中国之后陕北土改也搞过 在北京啊 胜利了 建政了 建立新中国了 又在这个一机床车间待过 是吧这个工农兵都有过了 然后 抗美援朝啊 又在志愿军司令部 谁想到短命鬼 是吧死了 死于一碗蛋炒饭 还搭上一个垫背的叫高瑞新的一个小参谋 好了不说这个 毛岸英的事了啊 所以这个他们家有这个文艺的传统有的基因啊 你看那王妃不也是吗 他妈是文工团的 他妈很可能王妃的妈就是煤矿文工团的 煤矿文工团就在和平街 小黄庄东边青年沟 青年沟路上啊 也是我的客户 煤矿文工团的里边的 咖啡厅要过我的饮料啊 酒水啊 是这样 然后说六岁的时候 窦围就在幼儿园演出吹笛子了 你看 还有这文艺天赋啊 六岁 上中学的时候父母离婚 你看好像这个王妃也可能是离婚的 没说啊 但是我猜也是 这个搞文艺的人啊 更崇尚自由 更不救活 不凑合 过不到一块离啊 就这意思 然后窦围和妹妹跟着母亲生活 那他妹妹叫窦颖应该是 窦颖现在住哪啊 就住在东四六条吧 这个 民航总局在那儿有一栋宿舍楼啊 我一小兄弟跟他住同一栋楼上 窦颖现在是个大胖子 然后那个有时候 半夜要外卖什么的 要点垃圾食品 有时候按错门铃那个 外卖小哥还按到我们的哥们家去了 然后窦颖呢在北京市少年宫 这个合唱团的 然后我我们一个老街坊的媳妇小红 啊 姓严小红跟他是合唱团的认识在一块 还有原来有一个 跟那个黑鸭子 黑鸭子女子合唱合唱组合 类似的 那些人啊 我认识也有里边个别人也是 跟这个 跟这个窦颖他们啊都在一块了 都是少年宫 北京是少年宫 井山后街啊 挨着总餐装备部和总证的一部分的 那个地方啊 就判给他妈了 这时候啊 说窦维第一次听到了摇滚 那都什么时候了 那都是上中学 他69年的 13岁上中学 起码82年了 60年代 人家那个林立国 林彪的儿子 应该是中国最早一波接触摇滚的 rocking roll 是吧 你看那窦维那会多瘦 你看这种院 这个这个院墙 就是那会儿的北京胡同里呀 质量其实很差的那种院墙 85年窦维进入职高了 职高吗16岁 上职高 他成绩不好 成绩好就上普高了 等着考大学了 职高职业高中吗 比职业高中再次点的叫技校 再次的叫攻读学校 学习精神病护理 那要出来的话可能就分到安定医院了 安定医院也是我的客户 在德胜门外 冰教场胡同 是吧 这个还有的精神病医院 叫回龙冠医院 在这个西餐旗和回龙冠之间 然后院里有一个大水塔 也是那种苏联式的大水塔 这些都叫后现代哈 苏联已经完蛋了 中国还 挺着呢 苟延残喘哈 苏联的体制 整个西伯利亚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都成废墟了 核工业 军火工业 重工业 全完蛋了 很多城市都荒废了 大量的这个俄罗斯人 又从西伯利亚回流到了欧洲部分 是吧 就是跟中国搞三线差不多吧 有类似的地啊 还有各区县都有精神病医院 我在燕郊有一个邻居就在精神病医院 搞过后勤 但是我看他本人就不大正常 在植高啊 他学了一点吉他 于是就自己搞音乐 18岁 就是87年 豆韦考上了北京青年 清音乐团 开始走学跑电厂 电厂 电 电起来的电 他就不是主角 他是给人家 是吧 就跟那个郭德纲的相上啊 张赫伦郎赫言 先出来说一个啊 主要是唱蒋大为的歌啊 蒋大为的歌 牡丹之歌 是吧 牡丹 是吧 什么北国之春 是吧 是吧 北国之春 唱些英文歌 也唱崔剑的啊 他都是访别人的 崔剑的一无所有哈 一无所有 你何事跟我走 还有港台艺人当中唱齐琴的 齐琴的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的冬季 最后这一个冬季 是吧 还跳霹零舞 霹零舞 break dust 是吧 太空步 是吧 那会有个电影就叫霹零舞哈 我还看的 津津有味的啊 1988年啊 黑豹乐队的主唱叫丁武 离开了 丁武是不是后来去了 唐朝了 我就不 不太确定哈 豆唐加入了 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的创作 是吧 一次黑豹乐队的演出结束 其他人都泛滥 横七竖八的躺了一片 最后被支出去买饭的是豆唐和王妃 他是后加入那乐队的啊 可能资历上 是吧 那些 老员工啊 老的乐队成员啊 也知识知识他吧 拿他当小崔了哈 小崔本 豆唐唱的什么歌来了 是吧 都有点忘了哈 后来豆唐特胖 好像北京青年报什么的还是谁 好像登了一个他的负面新闻 他还 到人报社大闹 最后为了泄愤还把门口一辆汽车给人点着了吧 好像是啊 其实他演过什么已经没人在乎他了 真的他的时代过去了 虽然那会儿肯定 很多人迷他 风靡一时 反正我知道黑豹 有几首歌不错 什么 东的买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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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承受 喜悦同时 出现在我 梦中 是吧 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身体 有人的美丽 有人的美丽 是吧 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记忆 美丽 美丽 美丽的感觉 哦 贝贝 东的买哈 默默承受 喜悦同时 出现在我 梦中 是吧 还有一首歌啊 叫什么无地自容哈 人潮人海中 有你有我 相与相识相互折磨 相互琢磨不是折磨哈 还有一首歌叫什么靠近我哈 靠近我 抱着我 你要好好爱我 我会拥有 我会拥有 是吧 黑豹啊 黑豹有一个成员也住在我们这个城市巴塞罗那 退出了退出了啊 最早的成员之一 哈 好吧 这个关于斗尾的啊 这个一次聊不完啊 先聊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